再来看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10号晚通报 神树坪基地8个月大的雌性大熊猫 鹿鹿仔 因吊球玩具的绳子缠绕颈部窒息死亡 昨天下午 大熊猫中心回应了相关的情况 据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介绍 4月9号凌晨2点左右 在神树坪基地大熊猫幼儿园的室外运动场 鹿鹿仔独自爬到有吊球玩具的木架上玩耍 随后 幼崽将计调球的绳子缠绕在自己身体上 开始出现挣扎行为 数分钟后不幸死亡 由于事发时是深夜 且鹿鹿仔发生缠绕的位置不易分辨 夜班巡逻人员未能发现异常 据了解 大熊猫幼儿园连接眷舍和运动场的小门 一般是常开状态 大熊猫自由进出 饲养员一般不会过多干预 我们通过研究大熊猫 发现不管是野生大熊猫还是羡羊大熊猫 除了白天会活动 晚上它也有它的活动高峰 跟咱们这个人这个作息时间还不完全一样 咱们人可能就是晚上就全部休息了 因为大熊猫它晚上它有时候活动频率还比较高 对于大熊猫鹿鹿仔的死亡 大熊猫中心表示深感痛心 并回应称 研究中心在大熊猫安全管理方面还存在着疏漏 目前 事发基地相关装置已经撤下